大家好,我是莎拉,欢迎关注莎莱养花 今天又来到了沃尔玛的Garden 在这里呢,看到了一款非常暖色调的玫瑰花 它就是Rose Christmas 这个花的花形呢,也是比较饱满的 一朵完整的花会有30到40片的花瓣 它的花色呢,第一眼看上去呢,像是橘色的 但是当你走进西看的时候,你会发现 花瓣的边缘部分呢,是非常鲜艳的红色 然后慢慢过度的橘色 花瓣的背面和底座的部分呢,会呈现出非常鲜亮的黄色 当花朵完全盛开的时候呢,会呈现出一种水彩晕染的效果 由于它的花色比较鲜亮 所以呢,在不同的光线下,会呈现出不同的观赏性 尤其是在清晨的阳光下,整个花朵呢,会呈现出一种晶莹剔透的感觉 这个Christmas呢,是美国在1968年培育出来的品种 它的特点呢,就是猪形浓密,直立性较好 它的花朵呢,带有温和的甜蜜花香 它属于一款大花形的玫瑰花,而且呢,它的开花量也是非常不错的 它的花期呢,是从春季一直到秋季,重复开花 这款玫瑰花呢,也是非常适合用来做切花的 这款玫瑰花呢,当它成熟后的植株高度呢,大约在一米左右 那蔓延的宽度呢,大概也在一米左右 它对光照的需求还是很严格的 它只能在阳光充足的环境中生长 在它不同的花期呢,每一朵花的颜色都会发生略微的变化 由于它的株形不是很高,而且呢,开花量大 所以非常适合种在花园的边界地带 这款玫瑰花呢,它比较适合种在北美若五以上的环境 在气候越温暖的地区呢,它的表现呢,会更好 这个玫瑰花呢,在这里是12块9.8一盆 但从价位上来看呢,还是比较实惠的 而且植株的整体品质呢,也非常的不错 看起来呢,很新鲜 但是最大的问题呢,就是 我这里呢,是Zone 3的地区 像这种不耐寒的品种 在我这里也就只能当一年生的花卉了 整个夏季当它开完花之后呢 到了秋季,估计就只能丢掉了 我个人的经验就是 一般像这种没有明确告诉你耐寒程度的绿植或花卉呢 在你所在的地区大多都是不够耐寒的 有些花友呢,会误以为 自己所在地区出售的这些绿植或花卉呢 在本地应该是可以生长的 其实生长是可以的,只是寿命比较短暂 也许只能生长一季或者短短的几个月而已 所以呢,还是建议大家在买花之前呢,还是查一下资料 以防自己买到不耐寒的品种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比较喜欢的玫瑰花 又不确定它的耐寒性或者生长习性 那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都会尽快回复 会尽量给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 那今天就说这么多 欢迎大家搜索沙拉养花 观看我更多视频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再见